2020年,中科院的富巧妹团队得出了两个重大结论 一是证明了中国南北方古人群早在9500年前就已经分化,而且差异很大 二是证明了最早的南岛羽系人群起源于中国福建及其毗邻地区 并且时间明确追溯到8400年前 虽然目前分子人类学只能将南岛羽族追溯到福建 但在2021年,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又发文证明了 南岛羽族人群与壮斗羽族人群同源 而且和复旦大学李辉教授的推论一样 都认为这两个人群的共同祖先来自于江浙新时期时代 这个推论源于2007年 上海复旦大学启动了对长江沿岸史前民族的考古研究 其中就针对两主古人遗骸的DNA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在两主遗址中 单被群欧一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而欧一就是今天南岛羽族群基因里的典型特征 也就是说南岛人的祖先与两主古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下面是我综合两位专家的观点做的一个简单梳理 话说从两万到七千年前 也就是传说中的大洪水时期 海平面一直在沉阶梯式的上升 不断发生着海陆变迁 曾经那些沿海而居的部落也只好不断地被迫迁徙 终于在七千年前 海平面才总算是稳定了下来 同时也给了各部落持续发展的时间 于是在中华大地上陆续出现了很多沿海的文化圈 其中百岳族或者说古岳族的一支 就在长江下游地区建立了和睦度文化 接着又发展为马家邦文化 松泽文化 此时来到了五千三百年前 东北的红山文化在气候的变迁下 开始南下席卷了各个文化圈 松泽文化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不过在被融合之后 它又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那就是梁主文化 之后甚至可能发展成了梁主文明 成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 可惜好景不长 就在四千多年前 正当梁主古国蓬勃发展的时候 气候突然开始变暖 海平面再一次上升 海水逐渐入侵了他们的水道 压缩了梁主人的生存空间 于是只能无奈地离开家园 向南北扩散 梁主文化就此衰落 而向南扩散的人群 一直沿着海岸 到达了东南沿海地区 这时便出现了分化 其中一部分人决定跨海迁徙 由此形成了今天所说的南刀羽族 而留在大陆的古人群 则演化成了撞洞羽族 并向西到达西南地区 最后延伸到了东南亚各地 那么按照这个理论的时间推算 南刀羽族和撞洞羽族分化的时间点 应该是在四千年前左右 而根据放射性探测年法 南岛人在台湾最早的大奔坑文化 至今至少六千年 这也是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南岛人最早迁徙的时间点 所以很显然 这批两主人的分支 不会是第一批迁徙到台湾的南刀羽族 那前面的人又是谁呢 根据李辉教授的假说 在5900年前 江浙地区的马家邦文化 受到了来自北部大问口文化的压力 所以在当时就有了最早向南迁徙的先民 从水道的传播路线来看 可能就是由这些人影响 并形成了福建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再加上和睦度时期 他们的航海技术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于是才有了那批到达台湾岛的先头部队 以上就是目前关于两主人与南岛人的联系 那么接下来有个问题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傅巧妹团队的结论 最早的南岛羽系人群 起源于8400年前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 那么这和刚才说的 江浙新石器时代人群的两次迁徙 又是什么关系 虽然看起来一头雾水 但其实细想一下也并不矛盾 因为整个南岛羽族的迁徙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持续了几千年 况且他们还拥有着共同的基因特征 也许8400年前的福建古人群 正是那群和睦度人的祖先 又或许6000年前 最先迁徙到台湾岛建立大奔坑文化的 就是一群在海平面上升和北方族群压力下 被迫跨海的福建古人群 还有太多的科学假说需要得到验证 尽管不同专家有着各自的研究方向和理论依据 但真相只有一个 这条探索中华史前民族起源的道路 最终一定是殊途同归的 这些岛民们使用的语言又称为南岛羽系 目前整个南岛羽族的总人口接近4亿 相比之下 全球母语为英语的人口也不过4.8亿 所以他们有时也被称为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 那么这些岛民的祖先 南岛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也许需要先从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开始说起 前面提到今天全球所有的男性都拥有着同一名父系祖先 最开始的那本书 当它的基因被抄写的过程中 首先出现了4份错误 分别是M130 M174 M96 以及M89 我们接着以前面AB的顺序 将它们4个又分别标记为CDEF型 其中提到过的C和D 大约出现于7万年前 并成为了走出非洲的先头部队 此后大约5-6万年前 便出现了E和F 其中E出走的时间较晚 也没能走远 相比之下 F却从此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类迁徙 他们首先来到了欧亚非大陆的分叉路口 就在此时 抄写又出现了新的错误 标记为K的M9突变出现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在K被抄写的过程中 又陆续出现了许多个影响深远的类型 其中就包括了扩散到欧洲的R2 M207 后来成为了高加索人 即所谓白种人的祖先 以及向东扩散的N欧M214 在大约35000年前 单独产生了标记为欧的M175突变 也就是今天黄种人的祖先 接着当欧从云南进入中国板块之时 又突变成了三个分支 其中欧三不断前行成为了华夏民族 欧二则留在了西南地区 由于其散区分布的特点 之后被中原人称为百仆 而欧一则前往了沿海地区 同样由于其分布 以及擅长使用一种叫越的武器 又被中原人士称为百越 此时在百越族中广泛使用的语言 有可能就是最初的南岛语系 随着1.2万年前兵器的结束 人类开启了农耕的新世纪时代 而欧型祖先们也在大约6000年前 出现了人口爆炸 于是凭借着人口数量和武器的优势 不久北边更加强大的欧三 又南下将欧一百越族同化 原来的南岛语系也被汉藏语系替代 前面提到福建地区丘陵为主 山区多舍 在当初艰苦的条件下 本来就生存不易 面对着北方族群的南下 已经够压力山大 南面海平面的上升 更是压缩了他们生存的空间 于是被逼无奈 一群百越人决定尝试跨海迁徙 此时他们除了基本掌握了航海能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已经具备了能耕技术 所以他们有信心 但凡找到一块陆地就可以生存下去 而福建与台湾之间最狭窄处 确实只有100多公里 也让这个以退为进的策略 不难得到验证 就在大约6000年前 这群来自福建 说着古南岛语的百越人 终于到达了台湾岛 即成为了今天台湾原住民的祖先 2012年在福建马祖列岛 满步被冢的断层下 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量岛人区之造 接着从母系线粒体单背群分析发现 这对8300年前的骨骸 与台湾原住民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虽然目前在大陆地区 并没有相关的发现 但量岛文化不可能独立存在 所以也算是提供了台湾原住民 源于中国大陆的组镇 或许量岛人就是当时 正在准备跨海的百越人吧 不久他们在台湾岛上 逐渐形成了大奔坑文化 而距今约5000年前的大奔坑人骨 便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台湾原住民 其中还包括用来冲倒树皮纤维 制作绳索和衣服的实质工具 其源头很可能就是 百越地区的树皮布文化 有意思的是 这显然又与太平洋岛屿上 流行的树皮衣 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其他类似陶器和玉器的发现 也都在太平洋地区有所分布 那么台湾原住民 到底与南岛人有着什么 今天台湾岛之所以被认为是 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 南岛人的发源地 主要是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 在台湾原住民的南岛屿中 不仅保留了最多的古南岛屿特征 而且相比其他南岛屿系地区 台湾各部族之间的语言差异最大 所以南岛屿在这里分换的年代最久远 换句话说 南岛人在台湾生活的时间 也就最长最早 那么这个语系 会不会是台湾原住民独自产生的呢 当下还存在着不少的争论 尽管从遗传学的角度 已经可以证明他们是来自大陆 不过在大陆上却没有能找到 可以与南岛屿直接对应的语言 上集提到的撞动语系也只是推测 所以我们先姑且认为 台湾就是南岛民族的发源地吧 上集提到一群福建的百岳人 跨海来到了宝岛台湾 这里物产丰富 又没有了外界的干扰 于是这群人很快站稳了脚跟 大约在5000年前 他们自己也开始了南下的扩张 就如同大陆板块上的欧反客为主 替代了C和D 又如同几千年后的欧洲殖民者 对待各地的土著人一般 南岛人也凭借着更先进的武器和航海技术 加上农耕民族特有的疾病抵抗能力 同样携带着枪炮与病菌 一路灭绝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上 狩猎采集的C地形原始部落 以至于今天很少再能找到那些原始鲜民的线索 只有像安达曼群岛那样偏远的地方 才能够侥幸逃脱 今天这个岛上的土著内阁里托人 就是还保留着父系单背群DM174的矮黑人 同样携带这个基因的 还有西藏和日本北海道 也都是当时相对偏僻的地方 这些又是地球上有一个岛屿的世界 北起台湾岛 东至复活节岛 南底新西兰 西道马达加斯加 横跨两万公里 正好是半个地球的周长 而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土著们 使用着同样的工具 说着同一种语系 讲述着共同的神话传说 由于他们生活的地区主要分布于南太平洋 所以又被称为是南岛人的后裔 南岛在英语里叫做Australicia 其中Australia第一季提到的Australia的由来类似 以为南方的 而尼西源于希腊语 意思是岛语 最后加上拉丁语里 用阿和伊亚结尾来代表一个地方 就成为了尼西亚 18世纪欧洲人根据自己理解的地理知识 和岛民的肤色特征 将整个太平洋地区划分成了 印度尼西亚 美拉尼西亚 密克罗尼西亚 以及波利尼西亚 如果把这些前缀再次希腊化 又可以翻译为 印度群岛 黑人群岛 小群岛 大约3500年前 南岛人已经彻底殖民了 印度尼西亚海域 开始了海洋贸易 并逐步深入密克罗尼西亚地区 南岛人开始了第一次远航 不再只是南下 而是尝试一路向东 到达了今天的北马里亚纳群岛 然后又逐渐分布到了 马里亚纳南部的关岛 以及雅普和帕劳 大约在路过了马里亚纳群岛 加罗林群岛 马绍尔群岛 以及脑鲁 加上一个唯一横跨四个半球的国家 基里巴斯 就共同组成了太平洋的 密克罗尼西亚文化圈 它又分别被西南的印度尼西亚 南面的美拉尼西亚 以及东面的玻璃尼西亚包围着 所以在基因和文化上 也是三者的混合体 也由于没有什么出众的特点 常常被大家忽视 而它南面的美拉尼西亚却不同 前面说到 18世纪欧洲人 根据自己了解的地理知识 和岛民的肤色特征 人为的将太平洋 分成了四个尼西亚 其中美拉尼西亚 不仅在基因遗传上与众不同 而且另外三个的名称 都源于地理描述 唯独美拉尼西亚 他们又决定继续向东迁徙 这时就必然要经过 亚洲与大洋洲之间的交通要到 新几内亚岛 可是别忘了 前面提到这里 是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 加上那道疟疾的防线 同样让南岛人 打消了殖民的念头 反而给新几内亚人 带来了驯化好的鸡和猪 只在沿海地区短暂停留后 便匆匆溜走 并迅速穿越了美拉尼西亚 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美拉尼西亚人的基因 与玻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 都没有太大的联系 尤其比斯迈群岛和 所罗门群岛的居民 仅有15%的南岛人基因 其他都属于新几内亚土著 当然也就包括了 丹尼索尔人的基因 甚至还独立演化出了一头金发 这并不是与欧洲人混血的结果 而是一种基因突变 主要发生在儿童时期 长大后又会慢慢还原成黑色 尽管南岛人在这里的基因童话 没能得逞 但是他们将美拉尼西亚地区 及其古老的新几内亚网状语言 变成了系谱型的南岛语系 就这样在不同语言 血统和文化的交融下 共同缔造了所谓的美拉尼西亚文化 从前面提到的新几内亚岛开始 沿着海沟 一路连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比斯麦群岛 所罗门群岛 瓦努阿图 最后到斐济 正好就像一只长尾巴的天堂鸟 而这只鸟便是美拉尼西亚文化圈 不过将它整个串联起来的 却不仅是肤色和语言 而是太平洋地区考古研究里 最重要的一环 南岛人的拉皮塔文化 1908年 考古学家在比斯麦群岛的一些小岛上 发现了一种印有齿状文式的独特陶器 距今大约3300年 之后人们又相继在整个美拉尼西亚 找到了200多处相似的遗址 而且多数也都出现在不起眼的小岛上 直到1952年 一次在法属新卡里多尼亚岛上的重要挖掘 它让考古学家将之前所有这类陶器的发现地 共同命名为拉皮塔文化 在当地亦为挖个洞 从考古学分析 在菲律宾印尼等地发现的南岛人早期陶器 都没有看到什么文士 但不知道为什么 当他们到达梅拉尼西亚后 可能是突然对审美有了兴趣 于是诞生了拉皮塔文化 但一群有追求的手艺人 又为什么总是待在那些不起眼的小岛上呢 前面提到 南岛人迅速穿越了新几内亚岛 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这可能就是因为害怕新几内亚土著 以及当地的瘧疾 所以只好定居在附近偏远的小岛上 最后在与世无争的环境中 慢慢萌发出了艺术的灵感 从遗传学的罪行分析来看 那些在比斯迈群岛上生活的拉皮塔人 和马里亚纳群岛最早的定居者 有着十分密切的遗传关系 而在考古学上 波里尼西亚的萨摩亚和汤家 也都发现了拉皮塔人的淘气 这也就意味着拉皮塔人的祖先 可能就是在3500年前到达马里亚纳群岛后 在南下比斯迈群岛 然后穿越梅拉尼西亚 最终进入波里尼西亚的 而且这条路径还隐藏着一条神秘的线索 目前在前面提到的庞培岛 索罗门群岛 瓦努阿图 新喀里多尼亚的地区 都发现了很多相似的研画图案 虽然都无法确定 这些符号的意思和来历 但很可能就是拉皮塔人 留下的迁徙痕迹 另外还有一个谜团 他们大约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 到达过萨摩亚 不过在那里发掘的陶器却显得十分粗糙 几乎倒退成了没有文式的早期器物 而在此后的迁徙道路上 陶器更是完全消失了 究竟是什么让南岛人放弃了制陶呢 是因为再也找不到合适的黏土了吗 还是说被其他材质的容器替代了 具体原因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总之就这样 拉皮塔文化在探究南岛人的迁徙路径上 起到了成千起后的重要作用 本集我们也正是在追寻着他们的足迹 重走这条海上长海技术的局限 他们不得不逐步停留了近两千年 直到大约1500年前 才开始了迈向太平洋深处的远河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不惧死亡的持续转移 速度还如此之快 而这场波澜壮阔的人类迁徙 又是如何戛然而止的呢 本集我们就来尝试探寻这些问题 通常来说 人类迁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膨胀带来的战争与饥荒 然而对于早期的南岛人来说 人口数量还比较少 加上开拓的无人岛屿物产丰富 海鲜充足 又有农耕技术的保障 人口压力很难在短时间内爆发 所以他们很可能不是为了扩大生存空间 而是一种人类对未知领域探索的强烈驱动力 今天南太平洋地区还存在着一种只把土地传给长子的习俗 这可能就是传承了古代拉皮塔文化里 由一个孩子守护家业 并鼓励其他幼子出海寻找新土地的传统 于是在这些拉皮塔先民离开萨摩亚后 仅仅通过四五百年 不到二十五代人 就几乎完成了整个太平洋的探索 甚至到达过美洲 也正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分化 才有了今天玻璃尼西亚不同地域器物的相似性 那么是什么让这场迁徙按下了近两千年的暂停舰呢 前面提到了马绍人保留的木之航海图 可见南岛人的迁徙绝不是几次意外航行造成的 而是有着充分的把握和明确的目的性 他们擅长观测风向 通常可以在顺风时起航探险 密风时则能够安全回家 南岛人这样短途跳岛的迁徙方式 在从台湾岛出发以来的两千年里 一直屡试不爽 可一旦到达萨摩亚 就发生了当时他们不知道的地理变化 前面提到斐济汤家萨摩亚 都是位于大陆板块与海洋板块的复杂交界处 而在拉皮塔人到达波利尼西亚之前 始终是航行在一片大陆板块上的 此时再向前一步 便从大陆岛屿过渡到了更加孤立的海洋岛屿 东面的岛屿开始变得又小又少 需要航行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远 于是发现新岛屿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低 海洋岛屿甚至不像大陆岛屿那样 拥有良好的土壤和资源 而是出现更多贫瘠低洼的环礁 所以也就难以长期定居 此时拉皮塔人像是到达了世界的尽头 无路可走 但这些都还不算什么 最困难的部分是如何克服被信封驱动的赤道流 汉语里信封顾名思义就是讲信用 妥妥地由东向西吹 也就难怪500年前麦哲伦虽然借着东南信封 成功横渡了这片他认为风平浪静的大洋 却怎么也无法原路返回 但是为了方便贸易 西班牙人还是苦苦坚持寻找 直到1565年 才终于有人发现了从菲律宾到达墨西哥的路线 从此实现了著名的马尼拉帆船贸易 而信封也就这么被他们称为了贸易风 由此可见这对于3000年前赤道附近的拉皮塔人来说 想要逆流横渡太平洋更是难如登天了 然而经过了上千年的停滞 人口增长已经带来了不少麻烦 加上火山的喷发 甚至藻类的繁殖导致大量鱼类死亡等等 都增加了萨摩亚苍家一带拉皮塔人生存的压力 所以内忧外患之下 他们早就按捺不住向东探索的冲动 尽管冒险偶尔还在继续 但探索的速度却已经非常的缓慢 那么他们后来又是如何启航的呢 也许有朋友已经想到 在澳洲部分我们聊过太平洋上的悄悄版 阿尔尼诺与拉尼纳现象 当平均四年一次的阿尔尼诺现象发生时 会导致西太平洋变得干燥 这岛屿上的农作物也必然受到影响 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月 更是让岛民雪上加霜 此时西风开始向东移动 连信封也都暂时失去了信用 而对于拉皮塔人来说 正是可以顺风航海的时候 作为人类最伟大的航海民族 观察出阿尔尼诺的规律 当然是小菜叠的 可问题是 这又怎么会花费上千年的时间呢 也许这临门一角的解决方案 就出在独木舟的升级换代上 实际上自从百岳人跨海到达台湾岛以来 南岛人一路上都在进行着传播技术的迭代 前面就提到过 马绍尔的弦外单腿独木舟 可即便是这样经典的设计 想要在更强的惊涛骇浪上长途跋涉 也几乎会被秒成渣 有研究团队对长暂停时期进行了天气模拟 在数千次航行模拟中 得到了数百条最短的跳跃轨迹 分析发现 阿尔尔尼诺现象会在萨摩亚和汤加附近产生非常强烈的风 而当时的独木舟是完全无法在那样的条件下操控的 于是这又逼着拉皮塔人发明了双体独木舟 虽然只是把两条30米左右的独木舟并远起来 但无论从稳定性还是承载能力都要比原来高出数倍 甚至在中间搭上木板 就可以建造小屋 十分适合远洋航行 现代双体船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此 加上南岛人不断强化着自己驾驭风的能力 逐渐掌握的逆风航海技术 更是让双体独木舟的驾驶如虎添翼 有趣的是 就在同一时期的欧洲 早已进入铁器时代的维京人 也开始了南下的掠夺 可即便如此 相比这些还几乎停留在新石器时代的南岛人 海盗们都只能小屋见大屋了 就这样摩拳擦掌的拉皮塔人 终究是突破了近两千年的大自然封锁 愁愁满志地带上祖先的遗愿 驶向太平而深处 并从此踏出了形成玻璃尼夏大三角的第一步 这既是一个神话故事 又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这部影片不仅在画面音乐上出类拔萃 细节上更是下足了功夫 接下来我们就将详细解析 这部混合了众多玻璃尼夏元素的经典作品 海洋奇缘 开篇一位老人娓娓道来 创造女神塔菲提 用自己的心赋予了这个世界生命 然后安详地变成了一座岛屿 这里塔菲提源于萨摩亚人给斐迹人起的称号 而女神化身的岛屿原型则是塔菲提 即太平洋上最美的岛屿 大西地 这两个词的意思一样都是遥远的地方 接下来登场的是男主人公半神猫蚁 他又是何方神圣呢 影片中采用的是新西兰毛利人的版本 把它描述为一名被神抚养长大的孤儿 而在玻璃尼夏不同地域的神话中 猫蚁却不单止一个人 而是神与凡人所生的三到八个猫蚁兄弟 其兄弟神通广大 天天琢磨着如何呈现出一些奇迹 来赢得人类的赞赏 比如他们认为太阳走得太快 耽误了大家白天农业生产的时间 于是向东出发 找到了太阳夜间睡觉的大坑 然后用绳索套住 逼他从此以后只能在天上慢慢移动 而猫蚁兄弟最著名的贡献 则是从海里调出了夏威夷 汤家 新西兰等等这些岛屿 甚至用力过猛 把鱼钩甩到天上变成了星星 也就是天蝎座的尾巴 更诡异的是 这鱼钩竟是由猫蚁奶奶的一块额骨制成的 在影片中 鱼钩又成了猫蚁手中一本可以变身的神器 靠着他轻松拿走了太妃体之心 他这么做的目的 是为了带给人类创造生命的力量 但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赢得人类的崇拜 可惜弄巧成拙 反而释放出了黑暗力量 被半路杀出的泰卡一拳KO 鱼钩和宝石都沉入了海底 画面转回正给孙辈们讲故事的老人塔拉 其中一个最聚精会神的小女孩 就是主角摩阿娜 意思是海洋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影片翻译成了海洋奇云 接下来酋长左肩的纹身 下落的帘子 塔套仪式 都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元素 甚至还出现了在南马多尔看到过的玄武岩 以及岩浆流动形成的火山岛熔岩地貌 因此可以判断 最接近这段画面的地方 这是上级长暂停事件的出发地 萨摩亚 实际上萨摩亚这个词 意思是神圣的中心 在波利尼西亚人看来 这里就是他们古老的起源地 如果用山顶的十几块酋长石做时间线 加上开篇提到的猫一道心发生在一千年前 那么又可以推断 岛民的祖先正是在黑暗降临之时 迁徙至该岛的 再向前一步都等同于自杀 于是只好驻足停留 这也就不奇怪 为什么动画中历代酋长都规定了 不许任何人离开环郊 可见一切都暗喻了拉皮塔人的长暂停事件 此时黑暗正在逐步逼近 岛上的椰子开始腐烂 鱼类也莫名地消失 这些都对应了上级厄尔尼诺对气候的影响 以及藻类繁殖致使大量鱼类死亡 而泰卡则象征着火山喷发 在摩阿娜的梦中 就出现了吞噬他父母的火山灰 岛民们不知所措 只有从小听奶奶故事长大的摩阿娜 鉴定地认为 挽救一切的唯一办法 就是找到猫一归环保时 不过他驾驶的普通环郊独木舟 很快被海浪拍得粉碎 直到奶奶透露出了古老的秘密 摩阿娜在隐藏的水帘洞中 发现了祖先们遗留的远航独木舟 这才突然意识到 原来自己一直都是 一千年前航海民族的后裔 此时我们也可以站在 拉皮塔人后裔的角度去体会 在等待了上千年后 终于有能力继续完成祖先的遗愿 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 不过这里有个矛盾的地方 影片为了配合神话故事 展现了祖先早已拥有的双体独木舟 这就破坏了上级的时间线 接下来奶奶浇出了宝石 并指引出天上的鱼钩 就是找到猫一的方向 可惜一个平常精神气十足的老人 突然在当夜进入了迷流之际 这个情节也间接说明了 宝石的作用必然与生命有关 最后及其天时地利人和 摩阿娜总算踏上了征途 甚至还出现了一条浮粪推波助澜 另外有意思的是 动画中出现了两个 与南岛人一起迁徙的重要元素 鸡和猪 这两种动物通常会被装在木箱里 再带上船 所以当海难发生时 由于箱子的福利 也就最容易幸免于难 后来传到欧洲水手那里 就变成了纹在脚上的护身符 动画中摩阿娜的独木舟上也有它们 只是因为第一次出海失败 让猪有了心理阴影 于是第二次航行中就只出现了鸡 一阵狂风暴雨过后 女主角终于找到了被困千年的猫蚁 熟悉的配音让我们知道 这个角色毫无悬念地给了巨石强森 不过眼前这个头发蓬乱 身体肥硕 满是纹身的汉子 也是此部动画中最被诟病的地方 因为这并不是神话中精壮的猫蚁形象 而是世人对太平洋岛民 过度肥胖的一种刻板印象 况且这种体型的出现 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西方食品的影响 这让波利尼下人情何以堪 接着自恋的猫蚁绣起了纹身 每次它为人类做一件好事 就会画上相应的图案 对猫蚁来说 偷宝石本来是为了赢得赞美 结果反而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玷污了之前所有的荣誉 确实是颜面扫地 大海也正是知道 猫蚁自知不是Tekka的对手 直接给它宝石也不会接受 所以才选择了独立建议的莫阿娜 来此鼓励猫蚁重新获得人类的崇拜 这也正是戳中了猫蚁的痛点 接下来它们拿到了鱼钩 并找到了Tekka 然而猫蚁很快败下阵来 莫阿娜也十分气馁 这时奶奶出现了 原来前面的福分就是奶奶 这个情节则是源于关岛的查摩罗文化中 人的灵魂可以以动物的形态返回 在奶奶的激励下 莫阿娜决定独自搞定Tekka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一部女权主义电影 女主角和奶奶自然体现的独立勇敢 而男性角色不论是莫阿娜的父亲还是猫蚁 都显得有些胆小懦弱 不过猫蚁还是返回帮忙 莫阿娜也领悟了太菲提和Tekka 生命与死亡的关系 放回宝石让一切恢复了原貌 最后带领族人走出环郊 就此开启了新的大航海时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剧组有多费尽心思了吧 一部精彩的动画背后 原来是一出真实历史事件的伟大启航 如果说我们上集的分析 是基于今天科学的认知 那么这部电影中的一切 就是基于神话故事 然而在我看来 动画中描绘的却可能更加贴近现实 因为所谓的神话传说 也许才是当时人类对世界的真实认知吧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漂流在海上 而且失去了GPS罗盘与六分银 那还能赤手空拳地活着找到陆地吗 前面我们提到 南岛人识别了厄尔尼诺现象 发明了双体独木舟 学会了逆风航海的技术 以及阅读大海波浪的能力 接下来他们又是如何运用超凡的视觉观察力 在太平洋深处驰骋的呢 下面就让我们从南岛人的视角 一同迈向星辰大海 首先咱们已经知道 每次远航都可能是一趟自杀式的冒险 所以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最基本的就是解决食物和淡水 在出发之前 我们需要做一段时间减少饮水的训练 然后在岛上收集一批香蕉 芋头 山药 椰子 面包裹 以及鸡和猪等等 这些南岛人的传统美食 其中又以椰子的作用最大 既是食物又是饮料 由于船舱空间有限 这些东西大概只能维持我们不到两周的生存 那如果都吃完了怎么办 别担心 在接下来的航行途中 要是饿了 我们可以抓些鱼类海龟 甚至海鸟冲击 要是渴了 就等到下雨的时候收集些淡水 那要是船坏在海上怎么办 仍然没关系 带上可更换的配件也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制作桅杆的木材 叶子纤维编制的绳索 可以填补破洞的面包果汁 以石灰混合物 还有用于修理船翻的路兜树叶子等等 而且路兜树叶的编织物 甚至还可以起到为我们防晒防雨的作用 总之多数的航程都不会超过两周 所以只要我们不遇到极端情况 省吃省喝都是可以勉强撑过去的 只要能熬到新的岛屿出现 就可以继续补充椰子 然后再次枕装待发 当然每次出发前可别忘了向神灵祈祷 不过与此同时 我们却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 在没有罗盘的情况下 如何能在茫茫大海上判断方向呢 这时有人仰望天空想到了办法 在白天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太阳的东升西落 比如从太阳露出地平线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知道了其他方向 到了夜里 当然就靠月亮和星辰了 我们发现天空中的星星 也同样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 如果用四周无数的星星来定位方向 岂不是比白天更加准确吗 所以我们不如选择黄昏出发 并且设计出了一种新罗盘 它分为四个象限 每个象限又细分七个方向 加上东南西北一共是32个方位 所有的命名则与这些方向吹来的风有关 这时我们根据航程的长短 又将它们全方位对应到几十到两百颗不等的星 方便用星星来检查风向是否发生了变化 当然最简单直接的就是选择相应的星 来标记出想要前往的岛屿方向 但是问题又来了 除非我们是在赤道上 否则星星不可能总垂直于地平线升起落下 一定会发生不同角度的偏转 这时又有人想到可以建立一条星轨 当所选的星星偏离航行方向时 就换下一颗在同一方向上升起的星星 以此类推 只要十颗左右就能完成一整夜的航行 同时也总结出了 从一个岛屿前往另一个岛屿的特定新序列 然而没想到的是 等到不同的季节 所有的星轨又会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 如果想要掌握这个星罗盘 就必须记住 每一颗星会在什么季节 什么时间 什么位置升起和落下 而且没有人会把它画出来 唯一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 需要从小通过歌谣和故事的方式来记忆 最多也只是用石头和贝壳 堆出个模型辅助理解 据说一名具有超高天赋的导航员 只需要一颗星星 就能还原定位出整个星空 好不容易在疯狂的死磕之下 我们终于把海浪方向日月星辰 这些大自然给予的信息 全部串联到一起 形成了一个自己心中的罗盘 现在大家终于可以放心 去开启一段星路历程了 在接下来的航行中 我们又领悟了些新的技巧 当到达不同岛屿时 有人发现自己头顶的正上方 总是出现同一颗星星 并称为天顶星 而且相信所有岛屿 都有一个隐形的柱子 在支撑着这些星 这一定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不断的尝试中我们发现 拥有同一个天顶星的岛屿 竟然在一条直线上 即今天的同一纬度 这个发现对定位陆地作用重大 比如天狼星是大溪地和斐济的天顶星 那么在一次由南向北的航行中 我们可以一直走到天狼星 出现在船尾竿的正上方 并保持住 那么在多数情况下 转向顺峰就可以向西到达斐济 转向逆峰则能够向东到达大西地 现在有了纬度的概念 我们很快又延伸出了新的想法 在向北前往夏威夷的过程中 有人注意到在同一时间段 北极星与地平线的距离 在逐渐升高 那么向南航行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吗 可是又如何定义南方呢 实际上除了夏威夷以外 波利尼夏其他岛民几乎都居住在南半球 他们常年都能看到一个位于南面的南十字星座 它虽然不像北极星那样正北 但如果将十字架头尾相连 再延长四段的距离 就可以定位南方 在夏威夷观看南十字星时 它是树立着的 而且顶星与底星的距离 刚好等于底星与地平线的距离 如果我们把手伸直 大概等于四个手指的宽度 现在我们可以向南航行了 果然发现南十字星里地平线也会越来越高 在赤道附近变成了一个手掌的距离 而到了大溪地则变成了两个手掌 这也是为什么在海洋奇缘中 摩阿娜做出了类似的手势 这个距离正是位于赤道 而且可以看到当中平躺的猎户座 也是在赤道才有的角度 顺便说一下 这种手掌测量的技巧与身高年龄无关 因为手臂的长度与手掌的大小 通常都是成正比的 于是和寻找天顶星一样 我们只要记住星座与地平线的特定距离 就能更方便地找到不同纬度的导影 好了 本集我们对星空的观测 有了一些基本的思路 然而这些只是最理想的状态 因为晴空万里的情况 可能最多占到一半 那么当头顶和地平线上都有云层覆盖时 我们又该如何是 上级我们学会建议一些徒手航海的本领 了解到如何用日月星辰来为目的地寻找方向 可是想要在上万公里宽阔的海域上 捕捉到可能只有几公里宽的小岛 就算是方向正确也极易错过 那怎样才能精确地定位岛屿呢 没有星空的夜晚又该如何导航 本集我们继续摸索 首先让我们回到陆地 在出发之前选好一颗能够引导前往目的地的星星 然后在地上点燃两堆 与之形成直线的篝火 在实力岛屿时回望陆地 始终对齐这两个点 那么就算星星被云层遮住 也还能保持在航线上 随着陆地逐渐消失 天空依旧乌云密布 海洋成为了我们唯一的线索 接下来就需要用到 前面马绍部分提到的海浪感知能力 不需要依靠视力 仅仅用身体就能阅读并记住 此时涌浪与独木舟形成的角度 这样即便看不到星星和陆地 但只要保持在一个相同的角度前进 就仍然不会偏离航线 与此同时 还要不断地观察海浪相对于 风向的移动方式 来读取洋流的方向和强度 以及计算船身两侧泡沫 通过船头到船尾的时间 来得出速度等等 除此之外 据说顶尖的导航员 只要能够瞥上眼局部露出的星空 就可以确定自己的方向 好像我们只需要在自己熟悉的房间 随便瞥上一眼 就能知道周围的细节一样 所以只要这种多云的天气 不要持续太长时间 方向上的确定 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遇到暴风雨 失控的独木舟 可能会偏离航线好几天 那么就需要利用上级 寻找伪度的技巧 慢慢调整回来 当然也可能彻底地迷失 据那些摆脱危机的航海家们回忆 当时自己的一些关键性判断 真的无法解释 就好像是一种与祖先 建立起联系的直觉 由此可见 整个航行过程 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觉 不断地整合海浪 风向 星空等等自然界的线索 为了避免错过重要的信息 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 都是习以为常的 总之坚持下去 就等待着发现陆地吧 自然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大约15公里外 望见环礁 而在更远的地方 就可以看见火山岛 但即便如此 方向上的偏差 仍然很可能会错过这个距离 因此我们需要扩大目标岛屿的大小 也就是说 我们并不用真的看见岛屿 而是靠观察眼前的云彩和海洋生物 来感知陆地的位置 首先 由于海洋和陆地 有着温差和高度差的关系 吹向岛屿的气流 会上升并凝结成云 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降雨 然后再次向上蒸发 如此循环 所以当我们发现一朵厚重的云 始终移动不动 而旁边的云彩 飘过它时会减速 然后又再次加速 那么通常就意味着 这朵云的下方便是陆地 有时万里无云的情况下 如果发现一朵孤立的云 漂浮在地平线上 那就更不用说了 像大溪地和下围一上空的云 在150公里外就可以看到 而环礁上方则可能形成细小的云朵 也能够在50公里外观测到 除了判断云的形状和移动速度以外 云层底部的颜色 也是由于岛屿反射出来的 如果是深色或绿色 那么下方有可能是一个 被森林覆盖的火山岛 如果是粉红色 则也许下方有礁石 而如果异常明亮 那很可能是由于环礁的细湖 或者白色沙滩反射阳光而形成的 扩大岛屿的方法 当然不止这一种 学会跟踪鸟类又是另一项绝技 某些正在驻巢的海鸟 会在日出时分飞出岛屿 到方圆50公里的海面上寻找食物 直到日落时分才直线返回 把握了这个规律 我们就可以选择黎明 或者黄昏时分靠近目的地 发现并跟随它们 就能很快找到陆地 当然还要学会辨别 什么样的鸟 才有这样的习性 跟踪一群鸟 要比相信个别鸟更加靠谱 以及牢记驻巢季节的规律变化等等 那就更加事半功倍了 另外我们还可以饲养一些 能够发现海岸的鸟类 据说只要随船携带上一只军舰鸟 在感觉接近陆地的时候释放它 那这种鸟为了不弄失自己的羽毛 就会拼命寻找陆地 不仅如此 还存在着某些远程飞行的鸟类 要是能幸运地跟随上 就连从大溪地前往夏威夷这样的行程 都会变得轻松许多 除了天上飞的 海洋生物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一些固定的区域总是会出现 特定的鲨鱼海豚水母 而鲸鱼还会季节性地迁徙到岛屿附近产子 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汤家座头巾等等 它们动作缓慢 更容易跟随 当我们低头发现它们的时候 就等于找到了方向 还有要是沿途发现一些浮沐 树叶之类的漂浮物 也都暗示着附近存在着陆地 当然与海水的感官交互又更加直接了 例如通过颜色判断水深 相比周围海洋的蓝色 礁石附近就是浅绿色的 再有通过品尝海水的方式 也可以判断不同纬度的水温 以及把手伸到水里 感受不同方向的海流 如果是单一的方向 则可能说明海水正沿着岛屿的一侧流动 再来个更神奇的 还记得莫阿娜奶奶的化身吗 从古到京的航海家 都见过一种叫做泰拉帕的闪光 离陆地越近闪烁的就越短促 传说这是在我们迷失方向时 祖先们前来引导的一种方式 它不同于我们知道的灵光 但要暂时没有科学的解释 因为现代设备的局限性 还无法捕捉到它的存在 最后还有最偷懒的一招 由于太平洋板块 一直在往西北方向缓慢移动着 这就导致了多数热点火山岛 都以相似的角度形成岛链 这个规律同样被我们注意到了 所以有时发现一个岛屿 就等于找到了一串 这便进一步地减轻了 大家寻找岛屿的难度 就这样以上这些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而不可思议的技术 不只让古代的南岛人 征服了太平洋 甚至还被编写进了 二战期间美军的生存指南 为不少遇难的水手和飞行员 找到了陆地 实际上由于没有文字书写 加上独木舟的建造和航海术 又一只都很保密 所以早先玻璃尼西亚的 这些技术都已经失传 古老船只的残骸也没剩下多少 幸亏上世纪70年代 在密克罗尼西亚传奇航海家 猫皮埃勒格的帮助下 这些传统航海术才得到了复兴 并且依靠16世纪欧洲人 留下的书面描述和绘画 制作出了远航独木舟 最后凭借着超凡的观察力 真的成功重走了 祖先们的海上长征路 今天看来 这哪里是种生存技能 简直就是一门生存艺术 而这门艺术的最高境界 莫过于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天云合一了 在那山的那边 海的那边 有一群夏威夷的蓝精灵 他们生活在茂密的森林 和幽暗的山谷里 虽然身高不足一米 却各个肌肉发达 聪明伶俐 最爱吃的是香蕉和鱼 大约在公元13世纪 一群从大气地迁徙而来的 南岛人与他们相遇 并称其为Manihuni 据说这些小矮人 在一夜之间 就可以完成一项功臣杰作 今天刚建了一座神庙 明天又突然多了一艘独木舟 而可娃伊岛上的阿里口口鱼塘 则是其中最充满智慧的作品 他们会在海岸的浅礁上 有火山岩围乘一圈 由于一头有溪水流入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池塘 同时他们会在池塘与海水之间 再修建一个过滤闸门 确保只有小鱼才可以通过 然后在池塘里养殖一些海藻 当长潮的时候 就会有鱼群聚集在闸门附近 这时小鱼则直接被海藻勾引到了池塘里 一旦他们长大 就再也无法出去 只管等着麦尼呼尼来捕捞就好了 后来南岛人也学会了建造这种鱼塘 并成为了太平洋水产养殖中最先进的地区 在欧洲人到来以前 他们至少建造了400个鱼塘 年产量高达900吨 养活了大约80万人 但随着20世纪后的岛屿发展 加上洪水带来的入侵物种红树林 摧毁了围墙和闸门 导致鱼塘的数量急剧消失 目前古老的鱼塘就只剩下7个了 说了那么多 麦尼呼尼难道真的存在过吗 会不会又是一群岛屿矮化的人类呢 虽然至今都没有发现过他们的遗骸 但这并不能阻止大家相信他们的存在 从可能用麦尼呼尼留下的其他建筑作品来看 一些内陆的神庙遗址 和用一条120块光滑归整的玄武岩建成的灌溉沟渠 不论风格和工艺都明显不同于后来的夏威夷人 与其说是神话故事 倒不如换个角度来推测 很可能在今天夏威夷人的祖先到达之前 就已经有过一批南岛人定居了几百年 传说中的麦尼呼尼最喜欢吃的是香蕉 而香蕉就是南岛人从东南亚一路传播到玻璃尼西亚的 不过老原住民很快就受到了后来者的打压 不得不逃进山区隐藏起来 才从此被称为了森林的守护者 所谓的矮人更可能是隐喻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 麦尼呼尼在大西地里语就有平民的意思 于是几百年后一个美丽而有趣的神话传说由此诞生 今天则有了夏威夷人类两次迁移的推论 而且从目前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来看 这个马克萨斯群岛很有可能就是复活街岛鲜明的出发地 只是他们不太可能直接从马克萨斯群岛前往复活街岛 而是靠着南岛人擅长的跳岛迁徙 从迁徙轨迹来看 在到达复活街岛之前 他们的起跳点应该是甘比尔群岛和皮特凯恩群岛 而这两个地方以及复活街岛目前发现的工具石像研化 都和马克萨斯群岛发现的相似 甚至包括语言都有着密切的研化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 科学家在探测南极冰性的过程中 发现了硫酸岩含量异常的火山灰沉积物 根据时间推断 很可能源于一二五七年左右 地球上某一处火山的爆发 它的喷发量甚至达到了过去七千年来的最高值 当时超过四十公里高的喷发柱 把火山灰散布到了整个世界 大量释放的硫磺也落在了南极极地的冰盖上 并留下了地球运动的指纹 不过刚开始 并没有人知道这座火山具体在哪里 直到2013年 还有研究团队将冰性中的化学成分 成功匹配到了印度尼西亚龙木岛上的萨马拉斯火山 而在它的不远处 就是曾经改变人类众多命运产生无下之年的1815坦伯拉火山 但是萨马拉斯的喷发比坦伯拉还要大上一倍 它的涟漪效应可能还引发了太平洋火环上一系列的火山喷发 遮天蔽日的火山灰导致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变少 结果又加剧形成了此后持续600年的小兵期 当时中世纪的欧洲手稿中记录到 天气突然变得异常寒冷 月亮灰暗 庄家欠收 饥荒肆虐 社会动荡 而在另一边 还可能间接加速了蒙古帝国的衰落 吴歌王朝的消失 以及中国明朝的灭亡等等 如果再往东看 也一定影响到了我们这一季的主角南岛人 1257年萨马拉斯火山爆发之时 他们已经一路从今天的法属玻利尼下附近 迁徙到了夏威夷 甚至可能到达了世界上最孤独的角落 复活节岛 但唯独西南太平洋方向的探索 一直没有头绪 丁西兰还是迟迟无人抵达 因为这里不仅位于盛行西风带 而且需要南岛人数周甚至数月的航行 只要风向不发生逆转 对于这些航海家们来说 就始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难怪当年的拉皮塔先民们 也只能止步于北边的新卡里多尼亚岛 直到萨马拉斯超级火山的喷发 大气温度的结构突然发生了变化 很快出现了强烈的厄尔尼诺事件 紧跟其后的拉尼纳现象也变得极其反常 然而就像厄尔尼诺帮助南岛人 开辟了玻利尼西亚一般 方向相反的拉尼纳 同样打开了前往西南太平洋的气候窗口 或者说像是开启了一条通往失落大陆的通道 与此同时异常的气候变化也使各岛屿出现了生存危机 前面多次提到 南岛人的不少定居点都在太平洋火环上 所以不断喷发的各种火山都长期干扰着他们的生活 可以试着感同身受一下 如果把不久前我们经历的那场 汤家海底火山喷发所造成的灾难 放到古代的海洋民族身上 都一定会是个不小的打击 就更别说碰到萨马拉斯那样的超级火山喷发了 于是一场逼不得已的迁徙浪潮席卷了太平洋 航海家们前赴后继的出海探索 其中就有人偶然发现了这条通往失落大陆的通道 终于在1300年左右 玻利尼夏人首次成功实现了对西南太平洋的探索 至此新西兰也成为了人类最晚迁徙到达的重要定居点 首先从这些太平洋老鼠 肯是新西兰植物种子后留下的痕迹来看 最早到达的老鼠是在13世纪晚期 这个研究基本否定了 在此之前就有人类到达新西兰的猜想 而通过考古学家对1315年 北岛塔拉威拉火山喷发遗迹的勘探 分析得出木炭的含量变化异常 很可能在该火山喷发前不久 就已经有森林被人为烧毁 进一步明确了人类抵达新西兰的时间 另外研究表明新西兰的太平洋老鼠 还具有着惊人的遗传多样性 也就是说它们不但被引入了很多次 而且把这些老鼠带来的人类 也并非只来自同一个地方 目前来看它们主要的出发地 是东玻利尼夏和库克群岛 今天大西地库克群岛的毛利羽 与新西兰毛利羽有着密切关系 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与其说是七艘独木舟的舰队 不如说是七匹来自不同玻利尼夏岛屿的先民 从这个角度看 也可以合理地解释 为什么今天不同毛利部落的族谱和起源 都与最初到达的那艘独木舟瓦卡有关 不但标记了它们的身份 还定义了部落的边界 也许就是当初那些不同时间到达的先民 进行的一种划分 从今天毛利人的口述族谱推算 大多数部落记录的祖先独木舟到达时间 都在29代之前 假设每一代为25年 那么得到的这个时间点 就几乎与最新的科学研究一致 于是我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 越新的研究发现 越接近毛利人的口述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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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